我说实话,王者赔完这个行业的定价是非常乱的,联益的有几块钱一局,贵的顺度有几十块钱一局,这种上下的落差真的是很离谱,当然不同的价位给人带来的服务也是不同的效果,那么下面我就帮大家简单分析一下,不同价位的赔完它服务的一个具体效果,首先10块钱左右每局的赔完,基本上都是一些坚持或者个人赔,这个价位的赔完百分要注意一下,片子可能偏多啊,就那种付了钱把你拉黑的,要不然就是什么技术大脾气差没耐心,心态不好容易动路,然后可能打完游戏,还会主动给你要打赏 又或者每天给你发现,问你要不要点它等等,这种也是基本上都不开卖的,当然话也不能说的这么绝对啊,还是有可能会遇到那些懂事听话的,服务态度比较好的,你想遇到那种技术特别好的赔完,压根是不太可能的啊,为什么这么说呢,其实你可以换个角度想一下,如果你是那种打游戏厉害的,然后服务态度各方面又不太差的赔完,你会不会去接那种10块钱一局左右的赔完呢,其次是21局左右的赔完,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一些全职赔了,他们可能在游戏技术方面可能还会有一点点限缺,但是在服务态度上,你会不会去接那种 选择态度方面基本上都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了,毕竟是全职要靠积累老板回头点单,还能赚到钱,要是服务态度还很差的话,那跟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有什么区别呢,最后30块钱左右每局的赔完,基本上是属于这个行业比较顶尖的存在了,他们在游戏技术方面和服务态度方面也基本上不会存在太大的问题,这种的话也会大量在俱乐部聚集,但一般小的俱乐部没有培训话可能会比较少,总结下来如果是你的段位比较低的话,用发彩雷,其实你去点那种10块钱每局的赔完,基本上也是 是能c的动的,段位不高也不算太低,那就点每局20的,但是如果你段位特别高的情况下,你就只能去点高价格的赔完了,不然很有可能花了钱还要掉心